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强 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 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悄悄为他定美丽的妆 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 我希望每一秒远起慢慢 穿着净条细圈的情侣衣装 我们是行走的浪漫 让我待在你的身边 看星光点点 每一次呼吸都变甜 看着流星划过天边 我们许个愿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也有心动感觉 也被他看过 女人的只好 我希望你能够想 什么叫我 你先回想 你醒了 今天 初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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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我们喝酒的事 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废话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对夫妻要合理 但是在郊外 荆楚公子陪我一同前去 我不去 不行 这事关起到岳阳城的 因缘乱象 而且是第一枚做的枚 驾 驾 我不明白许公子 今日这奇怪之举 到底是什么意思 哪里奇怪 怂恿我喝酒 趁我醉了又强留在你府上 我不知道许公子 你是故意把我灌醉 还是 笑话 我为什么要故意把你灌醉 再说了 我把你灌醉 我有什么好说 我怎么知道 你听得知 公子 我们 我们好像迷路了 我们 怎么会迷路了呀 要不 我去看看路吧 好 各位 吵家伙干活了 一会儿你们先出去 找我们家公子要钱 逼另外一个人出生 但千万要注意啊 不要伤害到我们家公子 谁是你家公子 拿扇子的那个 就是我们家公子 等一下 你们先出去 我后出去 等我出去之后 直接把我打晕 不要让我说话 明白 交给我们了 安排得妥妥的 这阿喜跑哪儿去了 珊珊 拿钱来 你 钱 告诉你们啊 想要动摊 就先动我 先找拿扇子的公子要钱 你滚开 打错了 打错了 拿钱来 你怎么还动手了 不是不是 是你们先动手 你们 你们打错了 打错了 proteins 口气 把 frustration Astronomer 打错了 啊 石宭 опред 这 女性 徒 阿喜 迟 来 爸 治 净 利 你到底 是什么人 童儿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希望你不要告诉小雅 这世上就没有仙凡恋会得到祝福 牛郎之女一年一会 三圣母被押在神山下 日日苦熬 这天调重重 连天地的女儿都不能免俗 岂是你我能出饭的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搞不懂啊 这么好的夜色 应该出来赏赏月 逛逛 散散步啊 来人了 老爷 老爷 许大人来了 娘太厉害了 真来人了 好好好 这样啊 安排许大人在青塘等候 我呢立马叫小雅过来 好嘞 很好 很好 开心 这星星 真好看 可这人嘛 小雅 你早上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 你我之间有什么事 但是无妨 仁川 我是想来谢谢你 当年救了我 你想说的 就是这个 嗯 我也很感激当年的自己 救了你 所以这样 你才能出现在我面前啊 仁川 我如果跟你说 我心里有别人了 你会怪我吧 我心中一直心心念念想着的救命恩人 那一幕 现在想起来 还是很感动 雅雅 你要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呀 嗯 但是那一幕 好像离我太远了 现在的你站在我面前 是那个 从小和我一起吃糖长大的小胖子 也是和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但 但 不是 我想象中的 那种心动 小雅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不用照须去做什么决定 我心里有别人了 我 那个人 是谁啊 楚夜 其实 我也不太明白这种感觉 但是我肯定 我心里的人 是她 小雅 你不明白 你和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为什么呀 反正 反正 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迟早是要回天上去的 你心里记挂着一个凡人 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对了 这个是你送我的 竟然在她身上 我想她肯定对你有很深的意义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这 这是什么 你忘了 这是你当年救我的时候 送我的东西 我记得 我从来没有给你送过 石头这一类的东西啊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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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我找到你的时候 你就已经带着她了 不是 你 仔细想想 这是 你把我救下来之后 然后 然后把它挂在我脖子上的 这不是我的 救我的人 不是你 你 我要和阿静说清楚 你那天和我说的话 阿静 你那天和我说的话 我那天和你说的话不需要回答 如果你真身打扮和改变 是因为我的话 那大可不必 我们不合适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什么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和你无关 你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我不在乎我们合不合适 阿静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的话就早点睡吧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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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会陪着你的 放开 不 我哭了 童儿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以前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你死心吧 我哭了 没关系啊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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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煮 专一煮 扭灭 你也玩 炭 你也不走 太轮廓了 你也不走 我看能不能走 我把你想到你了 啊 和我专注 你也想到你了 你不怕 满城烟花 悄然落下 我在等你所有的回答 小姐 都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你觉得楚夜 喜欢童儿吗 看不出来 但是童儿姑娘 总年这出工资 好了 你回去吧 好 小姐 那你早点休息 我先回去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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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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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姐 来人 救命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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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女儿啊 你醒醒啊 女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连礼 愣着干吗呀 赶快找大夫去啊 快点 女儿啊 女儿啊 你怎么这么苍白呀 女儿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呀 小雅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这样了呀 哎呀 你看看呀 哎呀 我的天哪 女儿啊 你醒醒啊 哎呀 你别吓爹呀 小雅呀 你醒醒啊 我的天 醒醒啊 女儿 你看出什么了 小雅她 好像魂魄没了 魂魄没了 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魂魄没了 你先别着急 如果她生活还在附近的话 我能感应到 但现在最蹊跷的是 她的魂魄 好像消失在三间内了 是不是你 什么是不是我 小雅的魂魄没了 我问是不是你做的 她的魂魄没了 不是我做的 我做那么明显 不是给自己长麻烦吗 是啊 初晏 童儿虽然有点小性子 但是她不至于这么很多 你先冷静一点 我先回天界 拿点心蛋试试 你看什么呀 真的不是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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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快啊 快点 老爷 老爷 快点 云川来了 大夫 我女儿 我女儿怎么样了 按道理说 令爱如果是摔晕过去的话 我这一套针法下来 应该能醒过来 对了 令爱摔倒之前 是不是吃过什么东西啊 听说有一种 旷世奇毒 人吃了之后啊 就会昏迷不醒啊 小雅从不与人结怨 谁会下毒害她呀 你别乱说呀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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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老爷 老爷 快把老爷扶下去了 停住了 老爷 没事吧 走走走 走 老爷 走 我看这些大夫啊 也不怎么行啊 我倒是听说 离这几里地的沈家庄 有个神医 我现在就去 我去帮小雅熬药 我去帮小雅熬药 在这里 速简单 有个神医 在躲起来 在他帮小雅面 我还没有 动拨 咪 那天你跟许凛川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也一直都有你 只要你能信我 你醒过来 不管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出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是比失去你更让我难受的 求求你 快醒过来 你为小雅喝药吧 我去看看伯父 我温柔缠绕在月光下 看那真心已经流淌了 漫长烟花 叫人落下 我在等你所有的回答 我温柔缠绕下 你我相识月下 他肩而去留下的牵挂 从此让我感受你的温柔 我便一直在此守 我问回答 全是空之落 生雨 快看看 二位请回避一下 便分 처음再留下了两千块 想 kernel一下 只都带 你 sofort 了 请 澳 ranged 一切怎能侮辱我的我 一切怎能侮辱我的我 我不管你是什么神仙 你来凡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做就走啊 你缠着小雅干什么 要不是因为你 小雅就不会这样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而起的 我会救她的 那以后呢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宪返内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还有那个童儿 他是来找你的吧 小雅为了他吃了几次骨头 你确定能活他一时周全 一直保护他吗 童儿的事 我会解决 神仙打架 反人遭殃 不管是谁出现在这儿 你的神仙身份 都会给他造成祸端 你既然保护不了他 就别缠着他 跌倒了 我知道你是神仙 先救人 来 来 这哪儿来的药本 我买的 你这药 是不是假的呀 这单是 就算是仙丹 反应也没有这么快 再等会儿 初夜 先让他睡会儿 晚些再看 怎么回事 为何仙丹也没用 哎 说实话 他这种情况 仙丹只是吊着他一口气 他没有魂魄 就是个活死人了 什么 难道没有办法救小雅了吗 哎 哎 哎 有 生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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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哎呀 三剑玄冒的地方太多了 未必神仙都去过啊 我知道在哪儿 在哪儿 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才告诉你 你 童儿 现在人命关天 你就别捣乱了 我怎么捣乱了 我带你去找生魂花 我带你去找生魂花 但在这之后 你必须离开第一枚 和我共处七日 不可能 为什么呀 以前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不是常常在一起吗 昔日 换上官雅一条性命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要是不同意 我现在就回天上去 就七天 到时候你要是没爱上我 我也不会再缠着你 我再问你一遍 小雅到底是不是你伤的了 不是 好 我答应你 他会带你去 我答应你 你肯定是不服用了 你怎么办 可不可以 你答应了 我答应你 可不可以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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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你 知道战灵 是你 就拉给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雅 初音 初音 小雅 我好想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第一枚 我不在这儿 还能在哪儿 你真的没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喂 能不能盼我点好 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 其他人呢 红豆莲里和爹爹去了医馆 阿靖和奶奶出去了 阿爷 我们好久都没像现在这样 独处了 是啊 对了 上次你和许云川说的话 是真的吗 听见我和他说 我喜欢你的话了 讨厌 怎么能听别人说话呢 那 既然 你已经知道我心意了 那你呢 我心里的人 当然是你 你知道吗 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 好久 我经常在想 我们两个以后的生活 以后 什么生活 去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种极木薄田 你在田里劳作 我就天天给你送饭吃 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然后 我们会有两个小孩子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我都喜欢 那就生 一男一女 儿子像你 女儿像我 我们一家四口 就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时间的烦恼与忧愁 都与我们无关 你说好不好 那 第一枚呢 你不管了 这些和我们都没关系啊 可是 你还在等着我 你还在等着我 我一直都在等你啊 小雅是不会忘记 她对她母亲的承诺的 你还在等着我 阿易 你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我多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也希望可以跟小雅在一起 一生一世 但不是跟你 伍子 你竟然识破了幻境 你是谁 守护此处的树仙 他何时会再开花 要再等一千年 我等不了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将你的修为和灵魂渡给此处 他也许会开花 他也许会 他也许会 这样下去 你也无法自己活着走出秘境 你若是后悔 还来得及 我不后悔 为何会这样 我也不知 为了个凡人 值得吗 他是我爱的人 没什么值不值得 我爱你 好 曾经 九重天都不在你眼里 可如今 你却困于情爱之中 如被天地知晓 也会万劫不复的 你却困于情爱之中 你却困于情爱之中 终生平得 你从来都花不多 微笑看我在啰嗦 走成感动浪漫的剧情 每一次为我紧张的表情 为我担心 躲过那次 你每一切 我最紧张的心情 转连成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你的过度里 可以任性的安心 我想我遇到你就是最好的事情 你却困于情爱之中 你却困于情爱之中 你却困在你 你却困于情爱之中